貼色昏暗的馬路上 遠景衝向前 來下一名穿雨衣的騎士 要他蹲下 騎士躺在馬路上 面對遠景問話不發疑 男子會被鎖定 原來他涉嫌搶奪 29號這名郭姓男子 先在基隆安一路抽機車 然後穿著雨衣 騎桑車在路上找下手目標 下午3點多行進安樂高中前 鎖定一名落單婦女 從後方伸手搶走包包得手700元 犯案後不到四小時 他又在樂立二街 搶奪利民富人的包包得手1000元 連續犯案 警方獲報後 立刻調院監視器追查 当天晚上8點多 遠景在仁義路上發現他的行蹤 剛買完綠豆湯就被逮 還從他身上找到臨時乖乖 毒品注射針筒 而搶來的錢剩下700多元 嫌犯上個月才在台北南港 基隆七堵犯下兩起飛車搶劫案件 才交保出來 疑似缺錢買毒 又動歪腦筋 光天花日下動手 連續搶劫 TV的新聞劉欣奎調子判 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